好 其實這個剛剛講說 女生生產完會變成另外一個人 會把老公邊緣化 那麼也有人妻歸納出說 先生如果變成爸爸以後 他也會有四種轉變 認為孩子出生以後 老公突然變得愛乾淨 現在洗澡都洗很久 第二個會疑似有腸躁症 因為關鍵時刻 他都窩在廁所裡面 第三是體力其差無比 要他帶孩子就喊好累 最後就是突然愛工作 愛加班 反正就逃避帶孩子 請教一下馬律師 你看我這個情形 我不會 我不會 因為說太太在帶 原則是因為他在家沒有 家庭主婦 所以基本上我們分工還算清楚 那回來我也不會去到處運送 回到家 當然回到家會看看手機 還是那個對小孩子比較 我就說我比較冷 我比較不會那麼主動去照顧 去關心他們 那我只要發現沒有 家裡面什麼事就是好事 所謂是沒有需要我去 發熱什麼東西 老公什麼東西沒有 你去處理處理 你覺得你有叫老婆 有孩子之後叫邊緣化嗎 希望被邊緣化吧 我覺得還好 因為小孩子對我來說 我就是 我就是把他 我的觀念時間到他就會長大 剛剛講了四種轉變 之前網路上很夯的一句話 就是我跟我的小孩外遇 我的先生跟工作出軌 就是非常的典型 就是在講這樣子的一個 那個社會的形態 就是媽媽就是很關心孩子 但是爸爸就是邊緣化了 然後或者是買手在工作裡頭 是很常見的 是 志偉家有這樣嗎 我家 我覺得就是說這兩年 有比較這樣的狀況 所以太太就會常常要提醒我 他說 老公你要知道 你現在是在家裡面 你在家不要帶工作回來 那或者說你真的很忙 你都會忽略掉 你應該要有的家庭生活 因為我們的工作就是沒有分什麼 白天黑夜 或者是休假不休假 那尤其就是像去年 不是有一陣子很長時間的居家上班嗎 那你小孩也在家裡上課 那你要工作 你要顧小孩 然後我還要負責罵他們 因為我老婆是無為而至的媽媽 就是你要幹什麼 你就不要來煩我 你們去做你們的事 但我不一樣 我就是一邊工作 就看到他打電動 我就會念一下 所以有時候我老婆也蠻矛盾的 他說老公你還是不要在家好了 我說你不是很希望我在家嗎 你在家都是給我們壓力啊 我們要的關心不是這種 我說那你要哪一種 我兒子說那爸你陪我打電動 我說我對打電動就沒有興趣 那你到底對什麼有興趣 我老婆就在旁邊默默地飄出一句 你爸對賺錢最有興趣 我說不能說賺錢 我是在工作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剛剛吳老師講的蠻有道理的 就是說也不要說我被邊緣化啦 有時候我們男人邊緣化是自己造成的 就是說太太小孩 他其實是反正他們在那邊 你會覺得說我居家上班 我看得到啊 我有在顧啊 你們要吃什麼我去買 要我煮我也OK 我就把所有工作攔在自己身上 也都沒有問題 可是其實你只是幫他們做什麼而已 那有時候想想會覺得說 我好像工具人 就是爸我餓了 那你就要去買給他吃 老公說 老婆說 老公衣服滿了 那我就說好 我去洗這樣 但是沒有一個男人想要變成工具人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還是要適當的調配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說 我現在盡量回到家 我可能把照顧他們的事情都做完 我如果不累我就工作 我累了我就睡覺 這樣子其實就比較不會有一些衝突 了解 了解 這個還有一則新聞 是為了孩子的事情草翻天 對 有一位人夫 他上網訴苦 他說為了生孩子 老婆要求我負擔全部的家用 他自己也都一肩扛下來了 可是兒子出生四個月 老婆卻總是自身事外 讓他覺得結婚一點意義就沒有 那請教一下志偉 這人夫是怎麼說的 我這篇文章我乍看之下 我有心有欺欺 有那麼一點點的時候 但是退一步想覺得自己 有時候可能就是想得太以自我感覺良好的角度想這件事了 那當然如果說這個人夫講的是這樣的話 我也會覺得我幹嘛結這個婚 他說他太太 因為女人嘛 我嫁給你 不是要嫁給你當費用的 我嫁給你是因為我們很相愛 我嫁給你是要讓你聽的 不是要給你做事情的 所以就是你要娶我 就是要有房子 有車子 要有存款 然後我要去住一個很頂級的月子中心 一個月四十二萬 那老公我們結婚完結完婚之後 你很愛我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我要一年不工作 你知道生完小孩做月子 不是只有做一個月 我要做一年 然後我沒有辦法一個人獨立帶小孩 所以你要給我請一個保母 然後因為帶小孩很累嘛 所以我也沒辦法那個打掃 所以每個月要請那個掃地阿姨 來家裡掃兩次 怕死人 他說坐月子中心 一個月要四十二萬 如果請保母一個月要四萬 然後這個居家打掃 一個月兩次一次要六千 對 所以說這個老公都覺得 OK 沒有問題 我的能力可以負擔 我就出錢 男人都覺得說 錢可以解決的問題 就不是問題 對 她對女人來講 我們太太 這要不要把我 錢能解決 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事情之一 對對對 就是對 我覺得啦 就是說對一些男生來講 好 那但是這個人夫就說了 可是我都不知道我太太在幹嘛 我已經給她這麼好的一個待遇了 但是小孩晚上餵奶都是我在餵 那保母呢 要教她說怎麼餵奶 怎麼排備 她就說肚子痛 我要去上廁所 你叫我老公這樣子 那她就覺得說她為什麼每天睡不到四個小時 那只是因為她很愛老婆 所以她把一肩扛起 但是有一天她突然很累 累到睡著 老婆可不可以你餵奶 你不要在那邊給我裝睡裝食 這個小孩是信你的信 這樣子 所以她就會覺得說天啊 我到底結這個婚幹嘛 我太太她沒有夫妻 不要說一百分的媽媽 什麼不及格的老婆 她就覺得說不及格的媽媽 不及格的老婆 她就覺得她想要結束這段婚姻 那當然就很多網友講說 這種老婆你還可以撐四個月 要我一個月就再見了 這樣提出這樣的條件 你也接受 你根本割地賠款 所以其實我覺得啦 這個就是有時候是一個怨打 一個怨哀 有些男人 他真的是願意為了家庭付出一切 甚至要他去死他都可以 那有些女人也一樣 我覺得有些人真的會把他視為理所當然 這是很大的一個殺傷力 因為這個老公有說 他越想越生氣 結婚到底是為什麼 他想當一個好老公 他也當一個好爸爸 可是心意卻被對方糟蹋 這樣的付出 總是被認為是應該的 理所當然的 那這個對方居然認為 他鞠躬進翠也是應該的 所以他說就算打官司 他也一定要離婚 馬律師離婚你會想嗎 我認為一定離得成 而且我一定離得成 而且我也認為這個實務上的安理 我也遇到過一模一樣 我們通常稱為這種男生 叫做女人的極貧 但這種極貧會培養出兩種類型的 就是正向跟負向的 正向的應該不會在我們的 靠北這個什麼網站上面出現 也不會到我律師事務所來說 抱怨但是通常會出問題 都是有負向的 那負向的 我遇到過都是這種夫妻之間 在結合的過程當中 一定有一方特別委屈 我講委屈可能是老夫 少妻 就是看起來 就是某些的條件上面 他們為了這個婚姻結合 是為了 為了要傳宗接待 我現在上面的沒有生 或者我前一個婚姻沒有生 那基於這個原因的話 太太在這個婚姻當中 她是一種有所要挾 或者是自以為是 或者是她覺得說 這是我老公欠過的 我給你生一個小孩 你什麼都要拿我做 那你就發現這個就已經產生 不平衡的互相對待了 又是認知不同 對 長久一下去 你做越多 你應該的對不對 你就是應該這樣做 對不對 我幫你生個小孩 我我就是所有一些 然後你該怎麼做 你就去 你就是 我會越來越 越齊越大胃 我想說這時候越養越大胃 那這種大胃 有時候人家問我說 馬利師我在忍耐一下 後來我常常問他一件事情 你太太這麼大胃 被你養成這麼大胃 你有沒有問過一件事情 有一天你生病的時候 他會不會在旁邊看你 他被我聽到 這句話嚇一跳 對 我現在有錢 我都可以請保姆照顧起來 威怡 你生病呢 我說如果太太你有把握 他不會在身邊看你 這威怡你留什麼 講到自己就好了 你一直照顧 一直照顧 結果你太太到最後也是碰到 悲癡細菌 一手了絲 你沒有利用價值 所以把你一腳踢開 那請教一下志偉 你覺得你是一百分的先生嗎 你說我嘛 我覺得我老婆 所以我老婆有跟我講過說 你是一個好爸爸 可是你不是一個好老公 為什麼 因為我為什麼說我看了我有那種感觸 因為我會覺得很多都是我們自以為 因為我以為我做了很多了 夠多了 可是其實他要的不一定是你做的這些 我太太會覺得說你不用就是去張羅東張羅西的為我們 我也沒有要你賺很多錢 但是我就會覺得說給他們物質上的需求 應該是爸爸要做的 我在這方面是還蠻傳統的啦 那所以說他說我是不 他說你對小孩很好 我知道 就是他們要檢查眼睛 檢查牙齒 哪裡不舒服 要幹嘛 就是都是我在處理 然後包括說我讓我太太睡飽一點 早上我就算一兩點睡 我六點起床弄兩個小孩上學 我都ok 就是我會認為說我是在燃燒我自己 但是太太或是小孩你們有沒有看到 但是你要照亮太太 太太沒有發現燈光 對 太太就覺得不是很亮 沒有啦 沒有啦 就是說其實我老婆有講說 老公你的脾氣是很好 有時候他是比較霸道一點 但是當他在跟我溝通 或是他在告訴我他的需求的時候 我真的扪心自問對 我好像都沒有 我都忽略到他 像他會覺得說你很長 你的好朋友就是手機 他就會覺得說你常常講電話 你常常都要處理公事 那包括我們出去玩的時候 叫你幫我拍個照 你都亂拍 就是你沒有那個心嘛 就是真的很多女人都覺得說 明明叫男朋友叫老公幫忙拍照 那個腿就拍得特別短 然後臉就很大 就是他就覺得說 你都沒有在意到女生 他應該要的需求 其實我的需求很簡單 老公你拍照的時候 你出來玩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心思多放在我們身上 對 你不要就隨便拍一下 就是敷衍一下 然後他也包括說 像我們前幾年 可是我現在都改了 他說我們走在馬路的時候 他說你有沒有想過 你都是讓我走在左邊 你應該要讓我走右邊 就是我才會覺得我被你保護 我就覺得我真的對不起 對對對 就是他們 不要說他們啦 我太太 她很在意的是這種 很細微的東西 但是因為我就是一個 很出資大業的人 但是人就是要調整跟進步嘛 所以好 那你有這樣的需求我就改 那當然我也跟我太太說 那這樣子 那我也有我的需求 那你是不是也要調整一下 那老婆也就是說 好啊 那他也改 你覺得我哪裡不OK 我就說你就少念我一句 我就很開心 那他會接著下一句說 那你就多做好一點 我就不會念 所以其實這很相對啦 那夫妻之間的感情 我就像他要探戈一樣 那就是他進你就退 那你們太太 如果你黏著你的順 你敢敢給他 我以前都引 他就完結了 那現在是他講 我就是好 是 沒問題 你不能不回答喔 你不回答 他會認為你沒有在聽 然後 不回答也不行 而且我覺得那個墨費定律 就很常發生在我手上 我明明知道我晚要洗得很乾淨 要不然我太太會 他就很不喜歡我洗不乾淨 我就說我 我不給你機會 那你就去洗 但我就洗完特別檢查好了 但是就是會有一個碗 可能有一點點的油漬在上面 那他洗完 我說好 老婆請去檢查 我就很有自信 你還要老婆請去檢查 我叫他去檢查 要不然他不給我洗 他不給我洗 我就會有壓力 那他去檢查說 他就說老公你過來 心情好的時候 就是老公你過來 然後好好講 那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就是說 連名帶信教嘛 李志偉 你不要說我誣賴你 你自己過來看 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 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